嗨 歡迎來到海報日常 各位早安啦 現在呢 我人在一間 三星級飯店喔 那現在呢 我要去裝水 順便帶大家看一下這附近的一個環境 OK 那我們就 Let's go 現在呢 我們在他的一個大廳 首先呢 這邊是他的一個 飯店的一個接待區 有在這邊 我個人覺得這個接待區 還蠻一個可愛的一個 夕陽的一個風格 接下來看到他後面 後面呢 有這個客人呢 可以過在這邊的一個區域 有兩隻大熊可以在這裡看這裡 兩隻大熊 接下來呢 我們往裡面走 他這個飯店呢 裡面是沒有配水的 就是呢 平常每一間飯店呢 可能配兩瓶水到四瓶水不一定 這一次呢 是用我們的飲水機 後面呢 是他的一個公共區域 那這一次現在疫情喔 所以呢 他沒有開放 OK 那這整個感覺呢 大概是這樣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往戶外走 好 接下來往戶外走呢 他會有一個烤肉區域喔 那這一次呢 大概只能自家人一起烤 這邊呢 這邊有一個烤屋 旁邊呢 有這個木椅喔 可以圍繞在這裡 這個環境呢 還不錯 我第一次看到 他出來之後有一個大草 比較一個 像叫喘的東西 就是 有沒有 看起來 非常的漂亮 然後呢 在遠處呢 有一個盪鞦韆 他的屍外的感覺呢 大概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往室內移動 看看我們今天住的房間 好 首先大門進來喔 你就可以看到這整個房間的一個樣貌 大門進來 這邊呢 有掛衣服的地方 OK 再來這邊呢 就是一個梳妝台 大概在這裡 為什麼我今天不把陽光灑進來呢 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一打開進來 你就知道外面的人在幹什麼 然後外面的人也看得進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Bug 他雖然有點藏在一個 森林中的一個感覺的一個房間 但是這個隱私權是非常沒有的 然後呢 他這一次呢 是選隨意房型喔 然後呢 是兩張床 但是呢 他只給我鋪一張 之前呢 房間我也有住過兩張床的 但是他兩張都把它鋪好鋪滿 我不知道他這邊是因為省成本還是什麼關係喔 OK 那我昨天睡的是還OK的 然後再來 看到後面一樣是有我們的一個窗簾 一樣 為什麼不拉開呢 然後我們拉開給各位看 就有點在我家後院睡覺的一個感覺 所以呢 你一過來 你絕對是要把兩邊窗簾拉上來的 喜歡太陽曬屁股的感覺呢 不好意思 這件事不可以的 不然呢 你都被別人看慌慌了 各位 他的電視呢 是走一個MOD喔 那看不習慣呢 你會覺得MOD很無聊喔 那我個人呢 是覺得還OK的 好 各位 接下來呢 我們往他的浴室移動 他的浴室呢 這一次是走一個 藏廊形的一個浴室啊 首先我們一進來呢 看到呢 是我們的洗手台跟他的鏡子 我覺得他走藏廊室喔 感覺空間上呢 會非常大 再來我們往裡面走 回到他的馬桶 那過來呢 是他女兒間 他的乾絲分離有點草率喔 有沒有 他就用這個遮起來 這邊呢 是他的一個小小的浴缸 這兩邊的窗簾 不好意思 一定要拉起來喔 不然呢 就會給別人看到 覺得這應該是這邊一個 蠻大的一個敗點 各位 經過昨天使用一晚的一個感覺喔 我個人覺得是有一點 不是很醒喔 為什麼呢 因為別人講話 你聽得一清二楚 昨天下大雨 我不以為別人洗澡一個小時 OK 這邊的隔音非常的差喔 那半夜呢 有小孩子在叫 有狗在叫 全部都聽得到 今天早上八點鐘 隔壁呢 人就起來了 小孩在那邊講阿公阿公的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真的非常的不行 那他整體的感覺呢 沒有一個冰至如虧的感覺 今天呢 你雖然把我設計了 沒錯 但是我覺得你兩張床呢 都讓我鋪好 讓我感覺我尊貴的感覺 只鋪一張床 我覺得你是在省成本喔 OK 我是真的是第一次住到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呢 住一晚呢 是一千三百三十二元 未來呢 我可能不會再進來了 因為這真的是最差的一次感受喔 這邊真的是太誇張了 OK 你沒有水就算了 我覺得這邊找一個是一個非常像一個 背包見客喔 一個會來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還行喔 今天呢 我是旅客 我是商務客喔 再也不會來這裡喔 那這邊的冷氣呢 是走一個分離式的一個冷氣喔 並不是中央空調 那他的卡 那個插卡的地方 你也不能用其他的卡代替 所以呢 變成你出去喔 你這邊電呢 全部就斷掉 好啦 這是我今天住的一次感受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還沒有訂閱我的朋友 改幫我訂閱一下 我是海豹 海豹日常物價值見 掰掰